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 Suston房屏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房子是一套样板间在售 下一期我们再介绍一套市中心的房子 如果不想错过我们每期视频 麻烦订阅一下我们 然后打开小铃铛 这样每次的更新你就会及时收到了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套房子是一套样板间出售 这套样板间的面积不是很大 2900多尺 然后它的售价是46万6千美金 这个售价是布包含家具的 如果你想买家具的话 家具的价格可以重新谈 这个样板间和我们其他出售的样板间都不同 就是因为这个样板间卖了之后 建商还会按月付租金来返租这个样板间两年的时间 每个月的租金是3200美金 这种就比较适合于那种 如果说你以后还想搬过来住 但是暂时还不过来的话 那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收益 样板间的升级又比较好 所以样板间的整体的感觉和维护都是非常的棒的 当然了这个房子如果说你买的不是样板间 同样的户型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在40万左右就能拿下来 就是因为样板间的升级好 所以说它这个卖的价格才比如果你没有这么多升级 贵个五六万块钱的样子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你对所得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一 我们现在开房子咯 这个房子是一套样板间 这就这套样板间 然后它就是在这样一个CodeSide的区域 所以这个区域全都是样板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邻居全都是样板间 以后都是会卖出的 然后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这种CodeSide的位置不会有其他的车辆乱七八糟的进入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边这两个窗户都是已经会做成车库门 所以门口的花坛都会做成进车的那种Dryway 现在我们就进来看一下啦 这个房子的售价是46万6千美金 买下来之后呢建商就租这套房子 预计是租两年建商会签两年的租 每月租金是三千二至三千三左右 然后家具呢现在所说的46万美金家具是不 46万6千美金是不包含家具的费用的 家具的如果想让建商都留下的话可以再谈 移进门左手边有洗手间卧室和另外一个卧室 我们先来门口这个卧室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感觉 窗帘都会留下灯也都会留下 只是装饰品和家具有可能 如果您觉得价格不好的话你可以不要 如果您觉得价格正好的话是可以留下的 这就是洗手间 你看样板间所以升级就比较多 包括你看贴的这些瓷砖啊 然后再包括所有的橱柜都是这种升级过的橱柜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所有的这两个客卧呢用的都是queen的床 包括这个卧室因为它是样板间嘛 所以这个墙也都是做成了这个木板的这种样子的 连曼都是带着的 我们刚才是从大门进来 那右手边这一块呢它其实就是车库 会把它还原成车库的样子 这个地方有一个门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洗衣房 如果弹好了家具的话 那所有的您看到的这些冰箱啊装饰品啊 所有东西都会留下 这类的都会留下 这边呢是一个书房 所以没有门 就像它这个书房的墙 也是做了这个木头的包墙 整个的这样的感觉 因为要板间的家具也是弄得挺漂亮的 然后这边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你看样板间的客人用的洗手间 它都是做了升级的 升级的这种碎瓷砖 然后包墙 然后升级的灯 升级的微浴的一些设施 这边是一个储藏间 然后我们就再往前走 就看到它的厨房 整体房子面积并不是很大 2900多尺 要板间的报价其实是会比你如果买一个完全什么都不加装的房子的报价要贵一点的 这边呢是早餐厅 外面就是院子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看看 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我们就看到客厅的位置了 外面看上去是院子 电视墙也是木头包边的 就这种感觉 然后呢我们再进来看 它这儿做了一个圆壶的设计 这就是到了主卧了 主卧的地毯是短毛地毯升级的 窗帘什么都会留下 然后主卧的 然后主卧的 从这边看 主卧的厕所的橱棍也是家装的灰色的橱棍 然后这边是一个马桶间 马桶间的旁边是浴缸还有淋浴间 您看这个玻璃是透明的 但您不用担心 交房的时候要买这个 建商会肯定把这些玻璃都做成 磨砂的那种看不见里面的玻璃 这是它的衣缸 然后呢这面是衣帽间 衣帽间给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但是它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还蛮小的 就是这个淋浴间 这个地方呢 交房的时候会全都做成玻璃 现在是因为样板间没有做成玻璃 那做成玻璃之后 整个这一部分就是淋浴间 过来 你看 就这样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去它的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子严格来讲算是一层半的 因为二楼是没有卧室的设计的 二楼完全就是一个给男主人的一个四米空间 或者说是给孩子的吧 同样二楼也是升级的地毯 短毛地毯 然后一上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室 Gram Room 活动室的旁边有一个放映厅 这个放映厅也不是很大 因为总体的面积并不是非常大 是一个小而精致的房子 这边有一个小条酒台 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边开的这个门是个阁楼的门 然后呢二楼还有一个洗手间 这是二楼的一个厕所 其实二楼呢 你想把它做成一个套间也是没问题的 只是现在的建商没有来这样来设计 您可以把这儿直接做成有床啊 然后把楼梯的这个地方 现在上楼梯的这个部分 直接做个门也就没有问题了 好了 现在我们去院子看看 这样出来我们就到院子 这边是有一个padee 一直叫边缘这样子 整个的院子也不是很大 占地不大 但是建商都给把这个树木都做好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Brigeland这个社区 由著名的开发商Harvard Hills 在休斯顿城建开发 这个开发商是一个非常大的 有军工背景的开发商 在休斯顿这个城市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小镇 叫Wordland 这个Wordland就是Harvard Hills开发的 所以说Harvard Hills开发的时候的社区 都没有档次非常低的社区 它只做高端的一些开发 休斯顿的很多的社区 包括唐城的Riverstone 再包括Missouri City的 这个Siana Plantation 这些好的社区呢 其实都是非常出名的 可是Brigeland之所以 目前来说算是排名最高的一个社区 不仅有它这个强大的开发商的背景 还有就是Brigeland的绿化面积 真的是非常的好 整个Brigeland的占地面积是11401个acre 也就是差不多46.14平方公里的一个整体面积 在这个整体面积当中呢 用于这个绿化的面积就大概达到了900个acre的这种绿化和湖泊 同时它开发了三个休闲娱乐的活动中心 这三个活动中心的话 它占地了差不多3000英亩 所以说在绿化面积和这个房屋密度上来讲 Brigeland肯定是略胜一筹的 但是Brigeland也有很多的缺点 最大的一个缺点可能就是地税偏贵了吧 因为Brigeland现在的税率是3.6 也就是说在高税率的情况下 您的养房成本就是非常高的 高昂的税率导致了这个社区很少有出租房的出现 因为养房成本太高 投资人如果付出这么高昂的一个养房成本 去出租这条房子的话 它的租金回报率并不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社区是非常非常适合自住的 当然了在这个社区当中自住的这个居民 也高达87%左右的自住常住居民 整个社区的公立教育资源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高税收这个税就体现在了周边的设施 还有周边的学校 还有警察局的部署 活警的部署 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的部署上面 所以可以说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吧 当然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 拿着高昂的税收 然后这个享受这样的环境的 如果您觉得社区的环境对你来说 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话 那BridgeLine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毕竟养房成本是高一些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介绍的BridgeLine了 我喜欢这个社区 也希望您能喜欢 如果您对搜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by bwd6